哈兰德就是足坛的下一个C罗 因为连C罗吃什么 哈兰德都要一比一模仿 16岁 哈兰德的父亲托朋友要到了一份C罗的食谱 为此 他拿走了小哈兰德平时爱吃的炸鸡薯条 换成了C罗同款的水煮鸡胸肉 那味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味 这是哈兰德吃完第一口的回忆 可当父亲说 C罗正是坚持吃这份食谱20年 才拥有了如此恐怖的进球能力后 哈兰德立刻把想吐的食物咽了回去 除了饮食 每晚8点前 他必须上床睡觉 他给自己规定 每天必须睡满10个小时 不仅如此 他借掉了那些电子游戏和社交网络 甚至连女朋友都因为他训练太忙而选择分手 这份决心和自律 让哈兰德如同火箭一般窜身 刚满19岁 他又在世行赛里一场比赛打进球球 即便强如梅西C罗 都无法完成这一神迹 在奥地利连赛 他一年里更是五次完成帽子戏法 如今加盟英超的第一个赛季 他就拿下了英超的金学奖和年度最佳球员 如今的身价更是高达恐怖的1.8亿欧元 自律的品格加上如此恐怖的进球数据 哈兰德会成为足坛的下一个C罗吗